你呢 送可视话用过吗 没用过 都是同一个洗好线 从零开始 好了 你可以忽略掉了 没有什么用 没有他学习能力很强 这个组太强了 这两位 严宇正确你做MU 你一点概念都没有吗 有概念 他有概念 对吧 三公原则你起码知道 不知道 还真不知道 嗯 真是真不懂 懵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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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笑笑啥也不说 慌的不行 送可视话的方法都送了四步 你现在给我的课还来得及吗 那个课是三个小时的 线上学习流律课程 来不及 后悔了 但是没看到这天吧 这个是我房间拿的那样是吧 我自己带的 你自己带的是吧 嗯 这是有捷径的 但是我感觉本东西很少 里面东西太少了 还是得看专业的司法解释 你去看司法解释就行了 嗯 你看司法解释就可以 司法解释够用 嗯 然后你再找个案例 嗯 你就基本清楚了 好 我我们也想要这么提示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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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对你们讲格外严格 哈哈哈 加油 要不 您对我严格一点提示一下王毅言语 哈哈哈 我可以来一点提示 哈哈哈 看看你们的进度吧 司员 司员你光负责 你光负责输出司法解释 你中范输出了吗 叔叔啦 叔叔啦 啊龙羽下去拿了 我我来了中年级 不需要我自己动手 哈哈哈 羡慕吗 我们都是亲自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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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其实胡明浩和言语挺好 我看到他们一起讨论 对 非常多 对 其实胡明浩和言语挺好 我看到他们一起讨论 哦 他们俩这个已经 嗯 嗯 对 哈哈哈 对 好 嗯 我大致做了个世界病 他们俩今天让我特别放心那一点是什么呢 你放心我就不放心了 我们也是要拿分了 我还是期待文婷跟黄凯能够赢一点 我们最近发的是我那一块的枪杠 你们还记得刘律跟他俩说啥吗 我希望你俩包揽一二 好霸气 最后一集 这么多人 原来是这样的 我是 所以律师其实我们这次主要可实话是以时间中为移居的 但是因为这次的事实部分比较多 所以我们还是为四位律师准备这个人物关系图 你看这个 他总能够把这个颗粒度做得更细 还能再往前走 其他那几个人想还可以这样 这就是创造性了 本次我们所讲的案件是赵某涉嫌内幕交易A公司的股票案 具体这次我们的申变其实是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们觉得赵某并没有利用内幕交易进行交易 第二部分是说内幕信息并非A公司要进行订增 而是订增的气节安排 首先根据这个行政处罚依据 他们的依据是认为赵某主要存在三个比较异常的行为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行为是赵某的一个正常判断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赵某的身份 赵某其实是上海 公司的执行董事跟法定代表人 通过这个我是想说明赵某本身 他不仅仅是一个金融行业的一个从业人员 而且是具备相应的这样一些专业能力 甚至是管理能力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为什么赵某的各个行为都是正当的 首先他第一个行为是在9月16号这一天 他把所有的股票清仓了 那根据所有的新闻以及网络公开显示 A股在当日收盘前爆涨5% 在这个绝好的时期清仓是再不过的 因为它是A股的一个制高点 漂亮 此后赵某在两日后开始选择了A公司的股票进行投资 A公司目前因为深陷债务泥潭已经成为了ST公司 股价处于低位是好的选择之一 此外A公司在8月15号发布公告对外宣称 这也算深陷债务泥潭 但正积极与多家相关机构商谈重大事项 说明愿意帮助A公司走出泥潭的机构 肯定不止B公司一家 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9月8号的中止公告没有让赵某放弃A公司 另外我们再来谈一谈 为什么他在10月2号之后 又选择把A公司的股票卖出 这个其实是因为A公司非公发预案已经发了 这说明这次债务重组已经步入正轨 那么这个时候市场对于A公司的信息很自然会增加 那么股价自然会上涨 这个时候又回到我们的低买高卖原则 当A公司股价上涨达到高位的时候 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卖出的好时机 言语在这里有一个加分点 异常交易其实是一个论证点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限的时间他们来不及 所以我把他们所有交易记录抽掉了 但是言语在没有交易记录的情况下 他仍然去结合了一般的投资理由 去分析了一下到底是不是异常交易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亮点 所以纵上赵某此次的这些全部投资行为 都是基于一些正常的合理判断所做出的 然后接下来会有我的 对我给大家讲一下其他的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证据链的问题 我们主张监管机构所依赖的证据 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 赵某确实是利用了内幕信息来进行交易 首先在8月15号的时候 A公司就已经发布了停牌公告 并且告诉大家他要进行非公发 因此A公司非公发这件事 从8月15号开始就已经是公开信息 此后在9月16号护制报长 根据当年的金融历史显示 所以赵某在9月16号做出的 全盘抛售的决定也是基于公开信息 他俩的脱稿都好有就是 感觉这些话都已经不是背下来 他就是在脑子里储备的 他理解透了 他在讲得很清楚 他们有点天才型的感觉 这个就是说不光是每天熬夜学习那种 是真的有天分 就别人家的孩子 之后在9月20几号 黄某在询文笔录中 称接到赵某的订增意向电话 但是这条是不可信的 因为通话记录显示 在10月19号黄某和赵某之间的通话 是他们两个的首次通话 而且在10月17号之前 陈某与赵某等人面谈过保底协议 而且这个公司的陈某 称称只见过赵某一次 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的依据来证明 陈某曾经与赵某通过电邮 或者电话的形式 透露过任何其他的信息 这个案子监管机关去认定 是靠两份证人证言 一个是陈的证人证言 一个是黄的证人证言 所以这两个点是都抓到了 这是非常好的 胡敏昊和言语这一组的话 他们的整个的可视化的这些时间轴 其实非常详细 就一上来感觉 你所有东西都列出来了 但是可能让人感觉 你的重点究竟是什么 其实你要偷出的是哪些 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 就弱了一些的点 重点的话 文婷刚才做的反而更清晰 因为文婷是结合 构成要件去反驳的 和个人的陈述 还有一些电话显示 黄某并没有把这份认购 一项协议告诉赵某 等到了10月30号 这个9名非公发的对象 就被A公司给公开 已经成为了公开信息 所以他所依据是 黄某的通话记录 电邮记录和书某的陈述 等到了11月16号 黄某才邀请赵某和书某 建立了A公司定增项目沟通群 也就是说 一分钟 好像太多了是吧 对的 你这个信息还是摘得多了 他应该提炼 有意义的时间节点 哪怕高亮或者标红 都会更清晰一些 直到11月16号 赵某才有一个可能的渠道 来了解所谓的内幕消息 之后等到11月16号 合同出稿出来后 11月19号和11月26号 是整个协议的签字的过程 所依据之黄某的陈述 和电邮的记录 所以说 赵某了解内幕信息 是在他抛售以后的 而且在本案中 监管机构未对韩某进行询问 难以确定赵某10月份 所了解的内幕信息 来源具体内容 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在证据链中是缺失的 综上所述 我们主张监管机构 所依据的证据 不能证明赵某 确实利用了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 好 谢谢各位律师 请所有同学回到你们的座位等待 请所有同学回到你们的座位等待 我觉得你们都讲得好好 就是我一下呢 干得到内幕交易是干嘛的 但我感觉我好紧张今天 我觉得我们是最简单的 应该是最简单的 我感觉 可能是吗 我觉得他们也像是听得懂 满意的 那就已经算了 你觉得打刀影响到今天的发挥了吗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你说那次打刀影响到 对对 接罢了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你该说的都说的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打颤了 但其实没有 脑子要烧掉了 刚刚整个可视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丰富的技术手段 让他们准备的时候 哪一组的那种默契或者特点 让大家印象最深 对于我来说还是许文廷和黄凯 对 怎么讲 我觉得就是许文廷 就引导黄凯那个点吧 对 主动邀请 他有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特别戳我吧 就是你可以勇敢地来表达 我又不是说我的点一定是对的 而且把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黄凯引出了时间轴 而且成为了他们汇报时的亮点 对 我觉得黄凯就是 他真的很细腻 我就是觉得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 他就是不敢把自己的这些东西 表达出来而已 嗯 而且他最后 那个脱稿的那 那个决定 把稿子一甩 太帅了 我觉得就是很决定性的瞬间 因为我觉得黄凯就是 让我们更 就让我更理解一个道理 就是你最后的这个世界 就是你的每一次选择 我们能看到他那个手的摇摆和振扎 但是他就是选择了扔开 嗯 我真的觉得就是 在那个瞬间就 状态为王 对 他可能 他的专业知识没有别人那么的充足 但是他把那个一丢掉 他整个的状态已经告诉了所有人 我现在就是自信的 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来说 他就已经赢了 激活了 向前一步 勇敢一点 就一点点 对 蜕变了 我觉得雅琪他们俩就像两个那个燃烧的小宇宙 就很积极推动每一个事情 就是我每次看到他们俩的VCR 总给我感觉就是挺燃的 让我自己感觉也挺up的 他俩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染力 对对对另外就是宇童 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 真的进步好大 就眼看着他从一开始叫救命 对 到现在开始非常的淡定和从容 我觉得很棒 宇童今天真的是表现高光 他说了三个点点点到位 对我其实看完这么多 所有的实习箱展现的图文 我到现在最印象深刻 我觉得最一击毙命 最有说服力 其实我印象中还是宇童的那个 行业的折线图 就他告诉你这个行业大盘的走势是什么 然后再看我单支的这个走势 让他发现他吻合就可以 用最简单和最直观的方式 我觉得这也是可视化最核心和本质的东西 把最繁琐的东西画成最简单的 然后告诉你我的思维的重点是什么 对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去多多职场充能 竞猜时刻 那在竞猜之前先要向各位分享一个喜讯 就是经过了七个课题的比拼之后呢 已经有一位顺利的获得了一百以上的KPI值 赢得了第一张offer的入场券 哇 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所以我们本轮竞猜的题目就是 首个获得一百个KPI值的实习生是谁 我们要回顾一下现在的分数情况 朱秋莹是八十个KPI值 王毅言语七十五个KPI值